機器外觀向行動電源 實際上是業者新研發 標榜沒有固定SIM卡 能跨國使用的Wi-Fi分享器 很多的商務客人 或者自由行客人 我去歐洲 德國玩三天 法國玩五天 甚至跨境回到亞洲 都可以一機能夠遊遍全世界 鎖定商務人士 或一次去多國的民眾 因為市面出租分享器 都是一台機器在單一國家使用 如果到香港澳門出差六天 就要租兩台機器 儘管不是每天都用到兩台 卻都要付六天的錢 而新分享器帶一台能跨國使用 設定香港跟澳門 各使用三天相對划算 不過新業者目前還沒有店面 網路租借還要付額外運費 價格上的話 其實看起來是差不多 因為現在其實業界滿競爭的 其他業者透露市場競爭激烈 幾乎都打價格戰 因為出國玩想上網 選擇性很多 能買當地SIM卡到了國外 就塞進手機使用 新款是一張卡適用多國 但實際開卡仍舊只能選單一國家 不能跨國 另外也能直接跟電信業者聯絡 到當地後透過漫遊上網 為什麼會選SIM卡 因為它方便性比較高 就不需要多帶一個分享器 我用中華電信 那個數據上網 這樣比較方便 又不用換電話卡 實際比較到日本玩五天 租Wi-Fi分享器大概要1000元 能無線上網 買SIM卡大概500元左右 能使用天數較長 但幾乎都有流量限制 而跟電信業者申請漫遊 雖然最方便 價格卻也最貴 農曆年假出國忘記 民眾能多比較 選擇最有利的方式 TVBS新聞 廖廣斌張允熙 台北報導